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成立20多年 教育师资团队精湛雄厚 有擅长SAT阅读和写作的Mr. Chong 有塑造教学情境在潜移默化中教导学生写作思维和正确英文写作技巧的Mr. Murserby 有专精SAT、ACT、ESL等20多年的资深名师Mr. Gallardi 还有Ms. Ayers、Ms. Wang等优秀的英文老师 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有非常非常多位非常精英的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有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的教务主任 她是Sabrina Sabrina 你好 你好 还有呢我们中间这一位呢是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的最出名的红牌老师 她是Mr. Johnson Mr. Johnson 你好 你好 好 那Sabrina刚才我们在做一个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有提到新学友教育总学习中心呢 有许多许多非常非常资深的老师 那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 在一个时代里面 其实高中生他们的年龄层都处在一种有一点尴尬的状况下 除了你说这个高中生呢 你要带领他们要让他们呢能够对你引起注意力 对你所说的话感兴趣的话其实是要有一些门道有一些窍门在那边的 那听说这个Mr. Johnson在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呢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老师 Mr. Johnson在这个状况下我很感兴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让你班上的学生会对你来这么喜欢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只是我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他们了解这些生字或者这些文法或者别的题目 所以呢 我想发动他们的学生 所以我 首先 我自己对于英文对于历史的很多方面 非常感兴趣 所以这种兴趣是有传染性的 OK 同时我同情那些学生 我知道他们现在比如说他们的功课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昨天有给学生他开始哭了 他哭了就是因为他今天有一个化学的其中考 他怕他没有准备好 这是压力 对于学生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呢我不要增加他们对他们的压力 我只要他们了解如果他们会把握这些生字 比如说他们的前途前景会好很多了 他们只要用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 每天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 他们就能把握了 很多年前有一个人他跟我讲 做老师 老师就像一个吸尘机 对不对 你老师像一个吸尘机 学生像一个吸尘机 学生像一个吸尘机 老师不能自己放那些资料进去 只要发动那个学生他就什么都能吸收了 吸收了 对 所以呢我跟他们自由的谈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当过冰我在海军陆战队是大卫 我也做过分析股票分析家 我在我是在北京国际信息投资公司 做他们的投资经理 在北京和大连 所以我跟他们讲 而且结婚那些情况 我都跟他们自由的讲 因为我的错不要他们去犯我的错 而且我跟他们讲我的经验 所以他们了解 他们必须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不要依靠人家 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必须找一个出路 那如果他们想找出路 最好是读大学 对不对 如果不读大学 难多了 你的险境很难多了 所以呢 如果要读大学 要听懂老师说的话 对不对 如果听不懂这些生字 怎么能听得懂那个老师呢 我要他们了解 他们必须有一个出路 所以呢 他要找出对于某一件事 他的兴趣 那其实我们上课好像一个游戏 是 OK 我其实也是一个大孩子 我跟他们一样 是打成一片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跟他们是好像是平等的 OK 我要他们了解我的兴趣 如果他们能把握我的兴趣 他们就可以自己感兴趣 会自己 发动他们的兴趣 所以呢 如果我认为一个学生 他没有 他没有出力 就要罚他 他知道 应该罚他 对不对 所以呢 发动他就是让他写生字 写生字写生字 OK 如果 如果他写了这些生字以后 他快就会了 我知道他是懒惰的 是 所以呢 我要他们了解 懒惰有什么后果 OK 如果 有一个学生 他非常努力 我现在有一个学生 那个Grayson Grayson 他在美国 一年半 一年半 可是他的英文已经非常好 因为他非常认真 所以 他的文章 比在美国出生的人的文章还好 所以 要让他 按他自己的能力去发达 所以 这个Mr.Johnson 其实刚才他这番话呢 我们在荧幕前呢 听到他讲这番话 已经是相当的幽默 所以你是用同样的方式呢 来与你的学生来做一个互动 就是一种幽默 与他们打成一片 可是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Mr.Johnson 他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呢 可是他必须要能够 洞悉学生的心理 学生的需求 因为这个孩子 可能只有16岁 17岁 左右18岁 就是high school的 这样的一个年龄 他们的人生的经验 相当的有限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可能是要 表现自己 要想要表达自己的 这种能力 跟他的这个conference level 可能也相当有限 所以你最重要 你的这个责任 是要能够引导出 对 让他感觉到他愿意跟您说话 还有他们能够他们做得到 因为他们去比如说去Lindbrook那个中学 那竞争太厉害了 是 他们很多学生 他们已经已经失望了 要让他了解 他他还还有出路 因为无论最聪明不重要 只要你一天比一天还努力 继续继续下去 坚持 只要今天是比昨天更好 其实这个学生已经成功了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哲学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在接下一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 现在呢要申请大学呢 最主要还是有这个SAT ACT 以及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SAT的这个系统要出现 那Mr.Johnson是在这这三个考试是您在教的课程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吗 按我看 这些考试是副作用 最重要是他们了解这些生字 了解文法 了解怎么样读书 了解这么些文章 对不对 如果他们能把握这些技能 他们肯定会考得好 所以呢 那您在课堂上是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机能 所谓的机能 对 因为 OK 有四方面 对不对 生字 文法 读书 跟卸文章 每一个学生 有他的长处 他的短处 是 让他们从他们的基本 他的自己的基础 一点一点一点发展起来 所以我每天都有一个成分 对不对 每一次上课都有成分 所以重要的不是最高最低 主要的就是你比以前还好 所以又刚才回到我刚刚提起的那一个哲学 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更好 其实就已经达到学习的目的了 Sabrina是不是在这方面给我们稍微做一个补充 因为我们一直听到有这个SAT是traditional传统的SAT 以及他们要出现一个新的这个SAT的系统 在这方面新宇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处 和我们的少年 对对不起 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小孩子从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像Mr.Johnson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词汇 词汇增加了以后你的阅读能力会提升 但是这个阅读的方向 比如说以后的会有这个evidence的这个base的了解 那现在的孩子很多我们希望他是比较creative的一种了解 所以呢他是在方法上面 在在阅读的时候呢 他要自己去体会 体会这些东西 我要怎么样有这个evidence的话 是稍微我不能说容易点 但是是一种习惯性 你读了以后你要记得他的条章 他的条法 对不对但是creative就是把你学的东西 能够再重新创作出来 来呈现出来 那Mr.Johnson教的方法呢 其实他是一种非常多元的一个教法 他希望学生学了以后 他不但能够follow这些章程 但是呢在创作方面 他能有自己的能力 因为你刚刚听他讲的 他是从里面激发出来学生这个学习的兴趣 而不是说他说了嘛 我要给你一个东西 你得用吸尘器 你得吸进来 那你要干嘛 你要按你的button 你去开动 你就会吸收 对不对 如果说我给你的东西放在那边 你吸尘器还是吸尘器 你不去 你不去 吸收的话 是没有用的 所以Mr.Johnson他用的方法非常好 他刚刚提到那个小朋友 Grace 其实我是每个礼拜都跟他有交谈的 他是真的是很用功 那都是出自于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碰到一个很有名的老师 然后他知道老师给他东西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他回家是尽其所能的去学 那Johnson的教学方法 他是因材施教 你在我的班上 30个小朋友里面一定有程度很好的 也会有一些程度稍微慢一点 有的人就是个性慢 但并不表示他不聪明 但是你得用什么方法 push到他那个button 叫他努力的去吸 那就是Mr.Johnson用了他的个人的魅力 激发他们 提供他们一些对生命未来的一个展望 Mr.Johnson 你的学生通常是什么样一个年龄层开始上你的课堂 我们曾经有过七年级的那个Tiffany Liu 可是他非常聪明 所以呢 他跟八年级的一样 大体上 大部分是八年级 八年级开始上你的课 我们有一个六年级七年级的课 可是他们只是读书阅读 看看他们看得懂 而且我们现在看了中国近代历史 从乾隆一直到现在 很有意思 所以让他们读那本书 看看他们能记得住 他们刚才读了什么 所以是差不多就是在八年级 那个年龄层 大部分的学生是从那一个时期开始做这个SAT上年的课 那个课是八年级的 所以你刚刚说还要读千龙 对对对 清朝的 清朝的 看来我们成人也可以到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去上Mr.Johnson的课 因为我估计我是没有看过 也有一些学习的这个 这个这个弹性在那里 我可以补充一下 其实Mr.Johnson讲八年级 他是开始训练我们小朋友的一种叫做读书的技巧 技巧 对他是从那个年级 但是在那之前呢大概五六年级 如果你的词汇量在那一年六七年级增加的话 你到后面来读这个东西他把技巧交给你 应该就是水到渠成吧 是 因为我看八年级的小朋友大概年龄是在13岁内 所以也是要进入青春期的那个刹那 所以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就是各方面的发展 在那个时候会起很大的变化 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您能够给他们适当的引导的话 其实这个孩子会走向成功之路 非常非常的非常好 好那Mr.Johnson谈了这么多 我听说您在这个新学友教育学习中心呢 几年累积下来已经有许多许多的学生了 那这些学生呢有的已经都上大学可能是毕业了 然后呢有的学生是现任的学生 然后有些学生是未来准备要上您的课的学生 所以您您是逃离满天下非常非常多的学生 那我请问一下对这样的这个学生群 您个人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存在 对学生 对 你觉得你是他们好像一个父亲 或者是一个导师 或者是一个咨询师 或者是好像 something 那看学生 那看学生 有的如果他调皮 我就变成了他的 代替他的父亲 对不对 代替他的父亲非常好 如果他们比较成熟 我就可以跟他做朋友 做朋友 其实有的非常好 我可以也可以 我可以向他学习 你讲得非常好 你其实有一些学生 对你来讲 你觉得你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习很多新的不同的这种感触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Mr. Johnson您是扮演各个不同 很多不同的角色 他可以是一个严厉的父亲 他可以是一个朋友 而且他甚至可以成为他学生的学生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从学生的身上 学到新的这些知识 以及新的一种感触 有的学生比我好 有的学生比他好 这个就是一位成功的老师 最重要的教学哲学 就在这里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非常好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资格 就是热情 必须有热情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然后最大的原动力 就是打自心里头 发出的学习的热忱 非常谢谢 谢谢Mr. Johnson 谢谢Sabrina 谢谢